针对今日环团召开深澳电厂 健康冲击评估报告记者会 指深澳电厂营运将造成 超过全泰500人死亡 泰电澄清 今天讲的一个健康风险评估 其实它主要的一直讲说 燃煤电厂会对那个人的 影响多少人的死亡 那其实这一点来讲 它用的是一个空瓶模式 那这个空瓶模式的模拟的一个状况是 其实它用的不是环保署的一个任何模式 所以它会影响错误的一个模式的结果 就影响到它整个一个运算的 一个整个对推论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是认为其实 这个模式模拟其实是不对的一个模式 那当然我们没办法去针对 它里面的一个细节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评判 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不对的模式 导致一个不对的一个结果 深澳环平委托淡江大学将续成教授 并采用环保署公告认可模式 根据台电通过环平审查的模拟数据 深澳所采用的机组 对邻近县市的PM2.5 影响程度小于年平均值的1% 不致影响命中健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执行方案